海洋新感动 娱乐新世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蜜江 在这一集呢 我们来到了台中 台中啊 可是台湾很早就推行 休闲夜的地区 还是个全家大小 共同游戏哦 那现在就一起跟着蜜江 一块来感受 台中休闲夜的魅力吧 台中 海岸线总长约38公里 台湾各地的新鲜渔火 在台中都看得到 独特的自然海岸风光 也吸引着许多游客 来到这里 体验最在地的海洋风情 乌驰渔港 是很早就成立的观光渔室 每到假日的时候啊 都会吸引很多的观光游客 到此一游哦 乌驰渔港 因为潮差高达三公尺 所以设置有浮动码头 以方便渔民作业 早在二十多年前 乌驰渔港就开始推动休闲鱼业 目前已经成为融合生产 销售 观光与艺生的休闲鱼港 总干事你好 米姐小姐好 总干事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乌驰渔港这边的特色吗 我们乌驰渔港是将传统的仪式 结合这个休闲娱乐小吃等这些方面 让全省的这个游客来这里呢 能享受这个多元化的选择 除了让顾客购买这个渔后以外呢 也能进行其他的休闲移动 像我刚刚在渔港上面看到 有很多的一些渔船啊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来自台湾各地的渔船呢 因为我们无期渔港这里 沿海的那个季节性的渔船 特别很丰富啊 还有这个直销中心在这边设立以后 因为无期渔港这个全省这个地利之变 可以说是西海岸的这个重区站 原来在渔货直销中心设立之后 渔民可就近在港内出售渔货 所以无期渔港也吸引着台湾各地的渔船到此卸货 除了停过台中的渔船 还可以看见屏东高雄宜兰等地的渔船也在此停靠 所以我们这边的渔以随时来的话 随着这个季节的不同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 不同季节的渔货 由于拥有来自台湾各地的渔船到无期渔港进行卸货 所以在无期渔货直销中心里 各式各样的渔货可是应有进有哦 哇 走干市 这里就是你们渔货直销中心啊 对 好热闹哦 对啊 这个渔港的渔货直销中心是在民国81年年 81月份成立了 当时是我们台湾第一座的这个渔货直销中心 现在里面的这个摊位有206摊哦 等于是最大最具规模的这个这个这个渔货直销中心 之前票选那个 约时票选那个十大渔货直销中心 我们无期渔货直销中心是 食尚玩家等于是吃的跟玩的 是食尚玩家的第一名 哇 无期渔货直销中心这么棒 米甲我来这边啊 一定要好好来逛一下咯 哇 大哥 这些国钓钓的鱼是什么鱼啊 黑鱼啊 黑鱼 所以这些鱼是黑鱼是不是 我们只要说黑鱼 黑鱼 现在鱼就是分三鱼到黑鱼 哇 这些鱼看起来都很新鲜耶 就是什么时候捞上岸的 当时捞大的啊 现捞的是不是 还有两三点去捞 那如果捞到中间一点我就捞了 最新的 最新的是不是 哇 其实啊 这些鱼都捞了 这些鱼都捞了 还有白鱼 白鱼 白鱼 都被人抢去了是不是 那些鱼都捞了 那些鱼都捞了 所以大哥说啊 其实他们 呃 无期渔港的渔民呢 在那个海上捕捞到的渔货 一下岸之后 就会在这个渔货直销中心进行贩售 那比较好的一些渔货呢 马上就被那个客人抢走了 没错 没错 而且还会吵架对不对 伯伯 这么大条的一只鱼 叫什么鱼啊 土托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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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好新鲜喔 土托鱼 好新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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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土托鱼 这个土托鱼 这个很新鲜的 这是什么鱼啊 螺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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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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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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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美味喔 螺螂鱼 螺螂鱼为了推动一夜多元化 在无趣一港 在蔚南几年内 我们将 兴建小船码头 那另外把直销中心 原来比较老旧的 把它建一栋新的直销中心 那另外在码头的铺面方面 也会折重点把它铺得漂漂亮亮的 那路灯的部分把它改为LED灯造型方面 也相当考究 那另外要兴建游艇码头 将来无趣一港会变成我们中部地区 游客要出海游玩的祭典 那另外四人游艇也可以到无趣一港来停泊 那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更多的游客来 使它的直销中心生意更为兴隆 来到无趣一港 除了新鲜的鱼货 还有特色小吃之外 还可以搭乘娱乐渔船 悠闲穿有蓝色公路 感受休闲一夜的魅力 来到无趣一港 一定要来体验这边的娱乐渔船 阿宏大哥你好 你好你好 美丽的主持人你们好 阿宏大哥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 整个就是这边的特色吗 这个娱乐渔船的路线 它大致航程有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就是沿途可以参观我们直大建设 台中港的港区的一些建设 那航程大概就是到大甲西口 到火力发电厂这一段 那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到高美之地 沿途可以欣赏到我们西海岸美丽的海岸风华 明讲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呢 还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保育类的中华白海豚 它美丽的那个身影 哇真的吗 我们还可以看到美丽的海豚喔 对对对对 这个中华白海豚在目前呢 它算是保育类的动物 因为它数量稀少 那它还有一个名间的俗称叫做马祖鱼 马祖鱼 可是海豚跟马祖有什么关系啊 是这个样子 这个有一种说法是说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海域的气候比较不稳定 那大致上是在这个农历三月份过后 我们西海岸的这个海域会比较稳定一点 那白海豚在这个季节它出现的频率比较高 那刚好这个季节就是我们民间很重要的信仰 这个马祖的这个生日 所以一般我们就把它冠上这个马祖鱼这个称谓 对对对 中华白海豚是沿海环境的指标 水资源污染对海豚们影响很大 目前白海豚数量已不到100只 面临绝种的危机 比叶鼠与民间团体相互合作宣导 让保育工作能够有正面效益 哇 好多漂亮的景丽哦老板 是啊 可爱哦 对 而且他们看起来都好活泼 周周它的颜色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身形如果说很好的这个景丽呢 在水中游泳游起来就是那种游泳自在 那个是景丽才大的一个科学 周周看节目抽好礼 你到双人型大奖等你拿哦 最精彩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节目就在一片中 在面将身后的这一大片潮间带呢 就是非常有名的高美湿地 这边的生态资源呢 可说是非常的丰富哦 也是生态保育人士眼中的宝藏 位于清水大甲溪出海口南侧 面积一约三百公顷的高美湿地 是喜好赏鸟人士的自然保育天堂 在这里被发现的鸟类 可是多到两百多种哦 很开心呢 能够请到高美湿地的生态导览员 蔡大哥 蔡大哥你好 明讲你好 蔡大哥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高美湿地这边的生态环境吗 好 高美湿地啊 这里它的位置在于 大甲溪出海口的南侧 在紧邻台中港 所以呢 这里算是一个很典型的海岸型湿地 里面的底气生物像啊 边海植物像 还有各类的候鸟 迁徙的路线啊 这里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 不管是植物像生物像 还有底气生物呢 各类的生物都非常的丰富 好比说 占全亚洲地区最大族群的 云林观草 云林观草目前呢 是整个亚洲地区最大的族群啊 还有特为有种的 大安水收衣 青水种啊 这一类植物啊 就是高美野生动物保护区里面所特有的 高美湿地保护区 如同中部生态资源的保库 也是一个良好的教育体验环境 来到高美湿地 体会自然之美 学习如何与自然共处 而造坊这里 也请珍惜这美丽的生态环境 这片湿地生态之美 才能永续传递下去 除了生态之美 在台中 你还可以欣赏到另外一种不同的美丽 那就是在水池里自在悠悠的井里哦 哇 好多漂亮的井里哦 老板 是啊 可爱哦 对啊 而且他们看起来都好活泼 对啊 人见人爱 看到这个井里呢 色泽漂亮 看着这个鱼呢 很舒服 在跟着你跑 哇 陈老板 我刚刚啊 在跟这些井里接触 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好温馴哦 是啊 井里呢 是一个很温馴的一个动物 对啊 它最容易接近人 那像我们一般常见的井里啊 有哪些呢 当然井里就是单一是井里 只是说它的种类繁多 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在我们面前 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小井里呢 它是孔雀 它的种类是孔雀的 是吧 带你过来看 最大的井里 又漂亮的井里 我发现啊 每一只井里身上的花纹都不太一样 是的 井里呢 最难的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找不到第二条相像的 相同面貌的井里 那像这一匹里面有哪些种类啊 基本上这里面来讲是两大种类 一个是红白 一个是大正 是目前来讲这里面 大致上放的是这两大种类 红白跟大正 是颜色只有红色跟白色就是红白 是的 是的 然后另外 比较有小黑一点的这个就是大正吗 对 它是大正三色 全名 大正三色 对 你讲 除了大正跟红白以外呢 我们俗称的玉山家当中呢 还有一个种类就是叫做昭和 昭和 是 它的墨呢 是由背往这个腹部上面延伸 它的墨比较大块 跟那个大正三色的那种清秀 那种所谓的清秀型的那种墨的表现呢 是两者不同形态 每一只井里啊 它其实身上的那个色彩跟斑纹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是 那我们要怎么去欣赏就是井里之美 是 这一点呢当然就是说 花纹呢 当然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是花色 你找不到第二个相像的以外呢 花纹是第一个欣赏的第一个焦点 对 然后再来呢 当然一条鱼的颜色 因为它美 它的颜色漂亮 而吸引着我们 我们人的眼光 我们的目光 来看着欣赏着它 所以说它的colour的颜色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井里体型也是欣赏井里的重点 养殖环境与饲养者的细心照料 都会影响井里的成长 如同仿裙型的体态 可是最为优秀的哦 另外良好的井里 在鳞片上 更是会呈现出光亮的质地 除了鱼漂亮以外呢 我大人井里呢也有这个比赛 我们也曾经得过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奖项 就是世界上 number one 就在您身后这张相片 你看一下 哇就是这一只 对 它在这个2003年的时候呢 参加在东京的大赛 得了所谓的全体 number one 全体 number one等于全世界的 number one 哇 像这样子的一条井里啊 它要得奖 需不需要具备什么 哪一些条件才可以就是得到大奖 它的花纹 就像它这条鱼呢是四段纹 四段的纹路呢 它很均匀的一个表现相当好 那么事实上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目前看到的这个相片 那么在这条鱼的颜色的表现呢 是更亮眼的 还有它的身材呢是很饱满很丰满的 游在水里面那种稳态啊 很稳定那种那种态势 让我们心掌这条鱼 是说出来的 很开心的来看这个 所以啊 其实啊 井里在选那个井里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们一般那种世界选美比赛 你知道吗 最类似 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评选 台湾井里养学技术世界文明 每年外向欧美市场 在世界比赛也常获得佳基哦 每天凌晨两点钟 台中市鱼市场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哦 在地匠的身后 已经开始在进行移莫的拍卖交易了 这边的拍卖过程 可是全程都使用电脑来做运作的哦 周周看节目抽好礼 利到双人型大奖等你拿哦 最精彩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 节目就在影片中 那在印象中的鱼市场是长什么样子呢 台中是台湾的主要鱼货消费市场之一 那为了要因这些大大小小的鱼货交易呢 这边的拍卖过程 可是全程都使用电脑来做运作的哦 每天凌晨两点钟 台中市鱼市场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从鱼货到了市场之后 就开始进行分级理货 货放 卫生抽减才能进入卖场拍卖 台中市鱼市场 在鱼叶熟的辅导及补助之下 全工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电脑拍卖制度 有效率的交易制度以及良好的管理 经常成为国内外相关业者 指名参观学习的地方哦 林霍总可以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台中市鱼市场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吗 台中鱼市场啊 是从日记时期啊 也就有了 那么最先是在台中市的中正路 然后后来搬迁到 现在目前的那个经典酒店 那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啊 搬到现在目前的位置 在民国九十六年 九十六年的时候 搬到现在目前的大楼 目前的大楼来做拍卖交易的那个营运 新的电脑化是从民国八十九年 由我们的月宿 月宿来辅导 来建制我们的电脑拍卖 台中市鱼市场总共有十条拍卖动线 包含大鱼区 湿木鱼区 保利龙香鱼区等 不但拍卖快速便利 并且整体市场环境干净 卫生又整洁 能维持鱼获的新鲜度与品质 并且全程电脑化 完全交易的过程 这边的拍卖是怎么样做进行的呢 我们这边电脑拍卖 就透过竞价器 所有的资讯 都是透过无线的接收器 然后将所有的资料 资讯全部集中在我们的竞价器 然后由竞价器来作为互相竞争的价格 然后最后成交的就是我们的鱼店的价格 竞价器里面 可以调整各个区域的拍卖线 譬如说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区域 是我们专门拍卖澎湖漁后 所以我们把它调到第六区 第六区里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区域之内 可以参加竞赛 那像这样电脑化的 或拍卖交易有哪些优点呢 电脑拍卖最主要就是提供给成交人 供应人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一个交易的平台 让所有的成交人跟供应人 获得一个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一个价格 减少人力支出 增加迂货交易的速度 是电脑拍卖的一大特色 并且透过电脑化 也达到出一个公开的交易平台 而台中市鱼市场在2007年 已经通过ISO9001 ISO2000的国际品榜认证 提供消费者更高品质的渔货 为了打造台中市鱼市场 成为民众观光休憩的景点 台中观光休闲鱼市场 哈语码头在2010年1月正式开幕咯 等等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休闲观光渔市 会称为哈语码头呢 首先呢票选四百几个名称 然后呢我们公司挑十个 里面挑十个再票选 结果哈语码头得到最高票 大约有一万一千多票 所以我们决定用哈语码头 是我们网友大家来选的 所以这是经过网路票选是不是 对… 那董事长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整个哈语码头的特色吗 好我们哈语码头啊 总共大概有分成五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就是生鲜渔区 这个生鲜渔区呢是先捞的鱼 买了以后可以在这里限制 或是带回家都可以 那么我们的限制 大家现在都会客牌 因为这个鱼实在太新鲜了 又便宜又新鲜 这个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 这个汉手里区 农产品区 这个区域大概有五十几个摊位 他们呢都是台中的特产 以及中部地区的特产 所以这个特区呢也很有特色 第三呢是我们的宝岛饭店 这个宝岛饭店呢 占地有六百多坪 可以搬一百零一桌 是用我们的鲜鱼来做料理 所以大家有口接杯 第四个呢就是四万广场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都有办活动 所以带来人潮 样样的活动都有 因为五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有 这个咖啡厅 咖啡区 这个咖啡区呢就是在二楼 它可以留望我们的太阳西下 以及我们的高速 铁路等等 是一个景观的咖啡厅 可是我觉得很好奇啊 这边没有水 也没有船 怎么会叫做码头呢 好 我来说明一下 虽然我们这里没有海 没有船 但是我们自己创造 我们挖了一个很大的鱼群 那么上面呢 摆了一艘船 那么Severide这部船呢 由哈宇一号 可以坐二十二个人 大家都可以进到里面 看我们海洋世界 DVD的海洋世界 大家的红北人很好 无论是电脑化的鱼货交易 还是哈渔码头观光休闲渔市 台中渔市场都提供给民众安全 干净又卫生的鱼货产品 也将塑造渔市场展新的 休闲一页新风貌 在无形浴港享受物美价廉 物超所值的渔铲 在观光船上畅游海洋风光 在高美湿地里 体验自然生态丰富的样貌 在台中渔市场 体验多元的渔业休憩之力 并且享受台湾各地的渔产佳肴 台中的休闲营业 是不是让你看得目不暇景 欲勇未尽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娱乐新世界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周周看节目抽好礼 丰富大奖周周送给你 中华白海豚又被称为 位于台中清水的实地保护区市 台中市渔市场 新开幕的休闲渔市取名为 三五月 四月 三十五月 三十五月 四月 一次 最多一 badly